血压突然升高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郝广华 现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血压突然升高分为很多种情况 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 比如说平时就根本不测血压 在测血压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血压高 那这种突然高有可能是一种假性的血压高 也就是说它平时的血压是高的 但是没有啥明显的不舒服 所以它没有发现血压是高的 只是在偶尔检测的过程中发现血压是高的 那这种是假性的升高 还有一种血压高呢 就是平时血压是正常的 偶尔检测的过程中真的就是高了 那么这种高呢影响因素比较多 最常见的比如说情绪的刺激 特别的生气特别的愤怒 还有就是晚上休息不好 睡不着焦虑的睡不着这种情况 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影响 比如说急性的肾功能恶化 突然出现肾功能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 比如说视隔细胞瘤 这些疾病呢可以导致血压突然的一个升高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也比较常见 就是病人在服药的过程中出现血压 不稳定突然升高的这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情绪的影响呀 是不是有夜间休息不好啊等等这些 是不是身体伴发了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 比如说肾功能急剧恶化 视隔细胞瘤的这些情况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 我们就要考虑本身我们这个口腹加压方案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匹配你这个血压的高度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没有按时吃药等等的 趁악 相聚 城市 市 市 San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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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